正确唱歌跟不正确唱歌的区别 第一种声音听起来没气息没共鸣大白嗓 第二种声音听起来有气息的支持 有共鸣有情感 那怎么样正确去唱歌 今天下下老师教大家一个快速用上气息跟共鸣的方法 第一步我们先要找到气息的支撑点 大家可以跟老师做一个咳嗽的动作 双手放在你的两肋 但有没有观察到老师在咳嗽的时候 两肋中间横额肌这一块地方 它是往里面凹进去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用气的一个支撑点 第二步呢结合我们前面找到的横隔机气息支撑点 现在呢我们跟着歌曲来进行私音练习 有没有用上气息的标准呢 要看大家的横隔机有没有下降 前面我们在做私音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的横隔机是慢慢的往下降直到凹进去的 那么我们唱歌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先吸好一口气 想要唱歌用上气息 一定要跟老师做一样的动作哦